这是鬼气系列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 主角淡丁一改往日的骚气 变成了一个脾里脾气的少年 就连维基尔都端起了突击步枪 直言道研磨刀哪有这玩意儿好使 DMC的背景故事也被设定成了 与鬼气正传系列完全不同的全新世界观 正是因为淡丁人设这一改动 在当时导致大量玩家无法接受 喜欢的人爱不失手 讨厌的人嗤之以鼻 可不得不说的是这一作的鬼气 无论是剧情还是场景设计都是相当出彩 许多地方的设计堪称绝妙 也正是这一作导致了许多玩家 误以为淡丁的母亲在正传里也是天使 那么借这个机会 狂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 无法被鬼气老玩家所认可的佳作 鬼气DMC 在九千年以前 一个恶魔横空出世 以最残酷的方式 结束了恶魔与天使漫长的战争 并统治了整个世界 而这个恶魔便是魔帝蒙德斯 蒙德斯身边还有一名 他最信任的副官斯巴达 但斯巴达却背叛了魔帝 他和天使衣服坠入了爱河 甚至诞下了天使与恶魔的混血双胞胎 双胞胎也正是淡丁和维基尔 可这场禁忌之恋终究无法长远 他们还是无法瞒过蒙德斯 这位魔帝来到了斯巴达家中 当着淡丁的面杀死了他的母亲 母亲用生命为家人争取了逃跑的机会 斯巴达为了保护儿子们 将兄弟二人分别藏匿在了人间 并封印了他们的记忆 随后斯巴达被蒙德斯流放 迎接他的只有无尽的惩罚和痛苦 而魔帝蒙德斯也有惧怕的东西 那便是唯有拿菲利人 天使和恶魔的混血子嗣 才能够杀死魔帝 随着时间的流逝 蒙德斯也通过金融行业 统治了全世界的人类 甚至还能用威胁的方式 和总统谈成一比一万多亿的小目标 可在他心里叛徒斯巴达之子淡丁 依旧是自己潜在的最大威胁 所以这些年他一直都在想办法追杀淡丁 而淡丁也成长为了一名霹雳脾气的少年 由于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淡丁的性格就像他的叛逆之人一样非常叛逆 强大的血统让他能够轻松恢复 昨晚战斗了一夜的抓痕 也就是在这一天 一个名叫凯特的少女找上了他 声称恶魔猎手已经知道了淡丁的行踪 没等淡丁多加思索 恶魔猎手现身在了远处的大海之中 并把淡丁拖进了位于人界和魔界之间的林伯玉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淡丁只能在空中迅速穿好了衣服 将挂在行天眼罩上的黑檀木白象牙取回 拿回武器的淡丁轻松解决了阻拦自己的恶魔 面对凯特这个陌生人 淡丁显然警惕万分 凯特连忙解释到自己是一个灵媒 能够传送自己的意识到林伯玉 他可以想办法帮助淡丁离开这里 但恶魔猎手却不会善罢甘休 他将摩天伦破坏砸向淡丁 这也只不过是给他送了一件外套而已 可人界的平民却都糟了殃 因为在林伯玉中 建筑是能够和人界互通的 只是无法见到淡丁和恶魔而已 在和恶魔猎手战斗的途中 一顶白色长发飘到了淡丁的头上 看着眼前不一样的自己 淡丁一脸嫌弃的说道 这是什么泡啊 俨然一副精神小伙和非主流的思想碰撞 在凯特的帮助下 淡丁与恶魔猎手开始了战斗 他的每一剑都结结实实的 砍在了恶魔的身上 没有医押剑法 全是叛逆的灰坎 在将恶魔猎手解决以后 凯特找上了淡丁 他知道淡丁的身世 并邀请淡丁前往自己所在 一个名叫结社的组织 而结社的首领似乎想要与他见面 于是二人来到了结社的总部 结社存在的意义 便是致力反抗摩迪蒙德斯的统治 随后他们来到了结社首领的面前 眼前这个人便是手持研磨刀的维吉尔 他当即询问淡丁是否还记得自己 淡丁疑惑的回答道 自己七岁那年得了脑膜炎 忘记了以前的事情 维吉尔却兴奋地说道 只有人类才会得脑膜炎 淡丁却不会 因为他拥有着天使与恶魔的混血 为了证实这一点 维吉尔将淡丁带回了他们曾经的家 并让其进入林伯玉 自己寻找答案 随着淡丁不断探索小时候的家 他也知道了维吉尔就是自己的双胞胎哥哥 埋藏在他心里的记忆也重新恢复 与淡丁的悲惨生世不同 维吉尔被赋予的家庭所收养 优渥的生活让他不再追求力量 而是致力于对抗魔的蒙德斯 可在维吉尔的内心深处 似乎并不想郁郁久居人下 兄弟二人相认后 立马开始盘算起了如何反抗蒙德斯的统治 幸运的是 蒙德斯误以为斯巴达只有淡丁一个儿子 所以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除掉蒙德斯 如今蒙德斯正身处在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银行银贷塔中 他利用债务控制了一切 为了更好的管理这座人类的牧场 蒙德斯利用手下的新闻公司 在全世界设下了监控摄像头 甚至打造了一款能够洗脑人类的王之饮料 好在这种饮料对淡丁起不了任何作用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 摧毁饮料工厂和新闻公司 逼迫冲动易怒的蒙德斯先生 他们的第一站便是王之魔影工厂 这种饮料能够减轻21%的体重 增加63%的性感度 长期饮用绝对能做到生得无痛 死得轻松 无效退还全部费用 看似是一种完美的饮品 可隐藏在这种饮品背后的生产线 却是从恶魔体内抽取出来的排泄物而已 而追本溯源这种饮品的原料 就是魅魔制造出来的 在凯特帮助下 丹丁不断深入工厂的内部 穿过变幻莫测的通风口以后 他终于来到了魅魔的面前 魅魔庞大的身躯在不断的蠕动 导管连接着他的身体 向着上方不断输送饮品的秘密配方 见丹丁到来 魅魔也献出了丑陋无比的真身 根本无法伤到弹丁分毫 只能一次次的被弹丁打出平台 而魅魔也为自己的口无遮拦付出了代价 弹丁直接将他从导管中扯了下来 没有了支撑 魅魔只能被卷进螺旋桨之中 变成了又大又甜的果立城 在王之魔影失去了原始配方以后 也就此断送了资金来源 另一边身处银带塔之中的蒙德斯 颤抖了一下身体 他身旁的情妇莉丽丝发出了疑问 就这原来是蒙德斯察觉到了弹丁杀死了魅魔 在回去的路上 凯特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他生活在一个寄养家庭 养父是个恶魔 凯特几乎每夜都要遭到养父的袭击 这使得他不得不想办法逃离 在如此痛苦的折磨下 凯特拥有了能够进入林伯玉的特殊能力 也正是在林伯玉中 凯特得到了维基尔的帮助 让他能够亲手了结自己的恶魔养父 所以彻底推翻恶魔的统治 成为了凯特最大的心愿 知道了凯特悲惨的身世 但丁也下定了决心 势必要与之奋战到底 在与维基尔会合后 他们开始准备计划摧毁 监控着人类的新闻公司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名叫鲍博 而想要除掉这个人 就需要通过林伯玉 进入新闻塔下方的倒影之中 随后凯特打开了通道 让但丁向着下方急速坠落 果不其然 这个世界就像猛情新闻公司 能够颠倒黑白一样 所有的事物都是凌乱且颠倒 在这个都是恶魔的世界里 但丁遇到了一个老头 本着关爱空巢老人的善心 但丁帮老头找回了被偷走的眼睛 原来老头曾是一个博学多才之人 出于某种原因 他才被蒙德斯流放到了这里数百年 为了报答眼前这个找回自己眼睛的恩人 老头开启了通往前方的道路 并指引但丁来到了上古时代的拿菲利人雕像前 也正是在这里 但丁觉醒了自己的恶魔之力 让他能够进入魔化状态 就连短发也会随之变白 周围的事物也会变成缓慢的状态 试图攻击他的恶魔会悬浮在空中 任由但丁宰割 在与老头分别的时候 老头询问了但丁一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杀死了魔的 那么谁又会接替他的位置呢 听到这个问题 但丁一时陷入了沉思 另一方面 老头似乎也想报复蒙德斯 于是他说出了蒙德斯的情妇莉莉丝 已经有了身孕 如果想彻底激怒蒙德斯 那么除掉他的情妇和子嗣 将会是最好的选择 如今但丁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在老头的帮助下 他继续向着新闻塔前进 凭借着灵活的身法 但丁成功的进入了电视塔时中 这里的场景瞬间变成了新闻的界面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顺着网线来揍你 而这里的负责人鲍博也献出了他的真身 他在电视栏目中疯狂抹黑但丁 甚至将但丁拖进了新闻之中 但丁只能一边应付恶魔 一边听着鲍博不断细数他曾犯下的罪行 好在但丁根本不在乎这些 故意抹黑自己的言论 而是全身心攻击鲍博的本体 可在战斗的过程中 某情新闻网竟然得知了结社组织的位置 维吉尔和凯特也陷入了危险之中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但丁找到机会隔着屏幕两枪结果了鲍博 没有多做停留 但丁连忙赶回了结社的总部 这里已经被大量的士兵包围 就连凯特也身陷险境 但丁通过在林伯狱中能够破坏建筑的特性 帮助凯特暂时躲过了士兵的追杀 随后但丁也在林伯狱中与维吉尔会合 为了帮助维吉尔转移结社的几百万兆敏感数据 但丁只能守在机房为其争取时间 一旦让蒙德斯获得了这些数据 那么他们的努力都将会付出东流 好在凭借魔化状态 但丁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就在维吉尔成功转移数据后 在现实世界中的凯特却无路可逃 但丁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凯特被士兵殴打后带走 而蒙德斯也顺理成章的 利用凯特逼迫维吉尔交出但丁 可这时的维吉尔却根本不在乎凯特的生死 而是在琢磨怎么利用蒙德斯 不知道他们身份这一点寻求突破口 但丁自然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 就在兄弟二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但丁突然想到了利用摩蒂的情妇作为人质来换取凯特 听到这一点维吉尔果断的答应了下来 他不在乎凯特而是觉得只要抓住情妇 就能利用摩蒂的孩子将他引诱出来 暂时达成一致的兄弟俩 立马着手抓捕利利斯的计划 但丁来到了利利斯经营的一家高级俱乐部前 在这所专供上流人士玩乐的地方 利利斯正在高处俯瞰着循环作乐的人类 他也在人群中发现了但丁 或许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利利斯打算亲自与但丁战斗 以此在摩蒂的面前邀功 接着利利斯呼唤起了他的孩子 这个摩蒂的后代瞬间就从利利斯背后生长出来 并且体型也变得巨大无比 还将利利利斯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中 可他面对的终究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但丁毫不留情的将利利斯从他孩子体内扯了出来 接着就是一对疯狂的输出 最终利利斯被但丁打败 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威胁摩蒂的人质 摩蒂无奈之下只能答应交换人质 在交换现场 维吉尔也放下了研磨刀 拿起了非常好使的突击步枪 很快便来到了双方交换人质的时候 但维吉尔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就在利利斯和凯特擦身而过的一瞬间 维吉尔一枪打穿了利利斯的肚子 接着便结果了这位摩蒂的情妇 见人质已经被射杀 双方立马开始了接头火兵 蒙德斯见没了子嗣 立马进入了暴怒的状态 他甚至不惜以摧毁城市的代价 试图留住三人 好在但丁拥有魔化后能够减缓时间的能力 一次次的帮助维吉尔和凯特化解了危机 在三人脱离危险后 立马开始制定起了决战的计划 由于蒙德斯耗费了巨大的能量 导致他没能从上次的爆发中恢复过来 眼前就是打败他的最好时机 于是他们开始了进攻迎戴塔的计划 维吉尔负责从后门悄悄溜进去 但丁则从正面前入 分散大量敌人的注意力 在将这里闹了个天翻地覆后 但丁成功地进入了其核心内部 并与在这里解除安保设施的维吉尔碰面 兄弟二人的合作也是非常的默契 在将这里的设施全部启动后 但丁终于来到了蒙德斯的面前 再次见到眼前这个杀害自己母亲的魔地 但丁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 再次利用蒙德斯失去孩子的痛苦言语讽刺 果不其然 蒙德斯被彻底激怒 一股强大的能量将但丁掀飞了出去 蒙德斯紧随而止 带着但丁从银带塔中 静止坠向了下方的高楼之上 他要亲手取出但丁的心脏 维吉尔则趁机利用研磨刀的特性 关闭了魔界大门 蒙德斯也失去了能量来源 可随之而来的便是 林伯玉和人间的结界被打破 无数的恶魔涌现在了人间 就在蒙德斯陷入惊讶的时候 维吉尔也及时赶到 并用研磨刀偷袭了蒙德斯 直到这一刻 蒙德斯才反应过来 原来斯巴达有两个儿子 他的身体随之向着下方跌落 与蒙德斯一起的 还有一口淡定的浓潭 可身为魔地的蒙德斯 却不会就这样死去 他不断吸收周围的一切事物 让自己的身躯变得庞大无比 兄弟二人见状 立马与之战斗了起来 但丁发动魔化状态 不断攻击蒙德斯的弱点 维吉尔则不甚被吸收进了其体内 可但丁始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兄弟二人里应外合 这位不可一世的魔地 终究还是死在了 但丁和维吉尔的手上 随着魔地的陨落 人间恢复了正常 那些被恶魔操控的人类 也在这一刻人间清醒 并通过网络迅速传播 恶魔犯下的罪行 三人在高处看着战斗过后 满目疮痍的城市 意识到恶魔的统治结束了 人类即将获得自由 可维吉尔接下来的一席话 却让所有人愣在了原地 原来他真正的目的是在打败魔地以后 让这个世界掌控在他们兄弟二人手中 维吉尔变了 变得不再渴望power了 他现在更想要的是权力 可在但丁的内心 是希望人类能够获得自由 而不是被任何人所掌控 如果他们这样做 又和蒙德斯有什么区别 既然道不同 那就自当不相为谋 可能是认识才几天 没什么感情的两兄弟 立马摆好了架势 准备展开生死决斗 面对魔地 维吉尔唯唯诺诺 可面对自己的亲兄弟 他却使用了手中锋利无比的研磨刀 但无论是在任何地方 这位追求power和权力的哥哥 终究无法战胜但丁 因为但丁始终有着 他父亲那傲然的灵魂 在家族传统面前 维吉尔又一次倒下了 就在但丁准备了结兄弟性命的时候 凯特出言劝阻了他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但丁自然也不会做得那么绝 于是他放过了维吉尔 而他自己的一头黑发也随之变白 这个世界也将由他所保护 惨败的维吉尔 只能带着愤怒和不甘默默地离开了这里 兄弟二人至死正式反目 我是秋篇狂魔 咱们下期再见